早餐是一天裡最重要的一餐 家長為子女準備早餐的時候 應該避免一些太甜和高脂肪的食物 可以選擇用麵包、麥皮、鬚米片等 五谷類做早餐就最適合了 營養師,最近我保持健康 但是很餓,可以吃什麼? 荒包是不錯的選擇 因為它的卡路力不高 而且是複合性的碳水發酵物 有助你增加飽度感 鈣質對人體非常之重要 而食物當中所含的鈣質 就特別容易被人體吸收 有助小朋友的牙齒和骨絡健康成長 而成年人就可以減少在年老時候出現骨質疏鬆